有记者提问 美国正丑化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 请问中方对此的立场 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回应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岛 如美一应孤行 将严重损害地区国家安全利益 危害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绝不会听之认之 10月24日 美国副总统彭斯就美对华政策发表讲话 继续指称中国为美国首要战略竞争对手 彭斯还在南海一带一路建设等问题上批评中方 同时有媒体观察到 彭斯讲话中表达了美国和中国不应脱钩的意愿 要门将去年有所缓和 五千大校对此回应称 对于彭斯在讲话中对中方的无端指责与污蔑 我们表示坚决反对 当前的南海局势总体趋稳向好 中方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反观美方不愿看到南海风平浪静 这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多次讲过 这是一个经济合作倡议 并没有地缘战略和军事的意图 我们也奉劝美方摘下有色眼镜 停止编造谎言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发言人还回答了东南卫视记者的提问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 本月20号中心两国国防部长在北京签署了更新版的防务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 新加坡国防部称该协议将显著提升两国的防务合作 那么发言人能否介绍一下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该协定双方将着重在战略对话 团组互访和对话 军事教育训练 连演连训和多边等领域 开展交流与合作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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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